我会 辛苦了 由赛德克族教社部 泰鲁格族教社部及合作村 都达村的部落族人 自发性组成的搜救团队 在花莲碧绿神木的 荷欢月灵古道 搜寻2月29号失踪的田田柱牧师 牧师在228年假期间 告知家人要外出 却再也无法联系上 当天也是休假日 礼拜六 所以他一大早起床 一出门的话 其实我们在家里都不大清楚 但是按照他习惯的话 他下午 因为礼拜六 因为要准备幕会 所以他下午 下午时间应该就会回来 但是迟迟都等不到他 于是我们就想说 赶快报警处理 那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田牧师平时十分热衷于 族语传承与部落公共事务 他失踪讯息一传出 部落族人更主动帮忙 在3月3号凌晨3点半及6点 有两支队伍从部落出发 将近30人一起讨论寻人计划 提高救援机会 谢谢所有教会的牧长 弟兄姐妹信徒 以及我们赛德克组部落的族人 还有从花莲 泰鲁克组的教会的牧师 弟兄姐妹 一同来关心 来搜救 据族人表示 距离田牧师住的都达部落 将近53公里远的花莲寿林乡 碧绿神木附近 发现田牧师的车子 又离车子一公里处找到帽子 但碍于地形陡峭 族人寻求熟悉当地地形的 泰鲁克管理处巡山园 及锦销人员一起陪同去寻找 借此提升找寻的机会 目前族人自主的搜救队 及各相关单位 以全力搜寻行动 期盼带来好消息 原始新闻 一万楼报 南投花莲采访报导